所以,佛法的修学要落实,要真正去做到。 佛没有一句假话,也没有一句废话,句句真实。 佛说法,有两个原则。 佛常说,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恒顺众生说俗地。 随身真理呢,说真地,佛以二地而说法。 说真地少,说俗地的多,为什么呢? 说真地,人家不懂了。说俗地,大家都懂。 于是,佛这个方法,要用现在讲的,那真真是高度艺术。 俗地里头,素地的方法,写真地的真理。 这种法子,高明啊! 正在佛经里面,处处我们都可以看到的。 你比如这部经,这个经在哪里讲的? 在龙宫里面讲的。 当即的人是什么人呢?龙王。 当然,这是不同维持的空间。 事实上确实是有。 但是,我们还要懂得佛另外一个意思。 另外一个意思,表法的意思。 那就是他教学的艺术,说话的艺术。 你看看,苏基罗,这是凡人。 凡成华文的意思。 鲜水一海,就大海了。 苏基罗是大海了。 海水是咸的吗? 你们想一想。 海水好不好喝啊? 这大家都知道。 海水不能喝啊。 为什么不能喝呢? 海水很难喝啊。 苦的啊。 我们就明白了。 佛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苦海啊。 这就形容我们的社会啊。 我们这个世界啊。 我们这些众生啊。 苦海啊。 苏基罗就是形容无浊沃世啊。 龙是代表什么呢? 龙代表变化。 这个社会里头。 人情似顾,变化无常啊。 取这个意思啊。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 从早到晚,妄念不住啊。 一会儿欢喜,一会儿忧愁。 从早到晚,你要仔细留意,審查一下。 你在这二十,不要二十四小时,十二个小时。 你产生多少次的变化。 代表这个意思。 就是说,苦海里面,多变的众生。 它的名词喊到这个意思在这里。 那么由此刻之,佛用这个词句,提醒我们,解决我们。 如果佛说,苦难社会里头,多变化的众生。 我们听得很难过。 释迦牟尼佛在骂我。 他说个苏基龙王,我们听起来很欢喜。 可是自己晓得,佛在说我,话说得很好听啊。 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佛说得好。 一切众生心想意乎。 我们每个人观念思想不一样。 因此造业就不像他。 于是形成了,造成了苦难的世界。 所以他的结论说,由是固有助去轮转。 这就说到,六道轮回是这么来的。 三窝道是这么来的。 人间种种苦落苦暴也是这么来的。 结尊佛讲了一段这个道理。 一切伐从心想生。 这个道理很深。 确实是真理啊。 中国言于所谓的。 人心不同,过如其密。 每一个人面貌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呢? 每一个人心里面想的不一样。 假如你看到两个人的面貌完全一样。 你要是了解一个人, 你就可以知道, 那个人跟这个人呢, 他的思想,他的德行,他的嗜好, 大致都相同。 为什么呢? 面貌相同,他的思想相同。 所以诸位要相同。 六道众生相貌决定没有相同。 阿罗汉相貌没有相同。 菩萨相貌很接近。 为什么呢? 在菩萨烦恼少,心地逐渐清净。 所以相貌很相似。 仔细看,有不同的地方。 不仔细好像都相同。 佛佛到佛,到成佛相貌完全相同。 心里头一个妄想都没有啊。 心地相貌完全相同。 于是,有同学来问我, 都是法师, 你设佛的相貌完全相同。 我看到很多佛相都不相同啊。 这什么原因呢? 这佛相是人造的, 不是他自己的本来相。 人心不同啊。 造的佛相面貌也不相同了嘛。 道理在此地啊。 那麽佛说, 二心无色,不可取故, 但是虚妄诸法济起。 毕竟无主,无我我所。 这是讲到很深的道理。 这个是四世真相。 这几句话, 不是谁素地说的。 这是谁真地说的。 这是四世真相。 这几句话也不好读。 我们同学们。 我看大概很少没有念过《金刚经》。 对《金刚经》很熟悉。 用《金刚经》的话来讲呢? 彼此听到就非常清晰。 《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们。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这我们念得很熟啊。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路亦如电,印作如是惯了。 这是法、心法、色法。 用现在的话说。 精神的世界。 物质的世界。 真的看破。 看破这两个字的意思。 彻底明白了。 叫做看破。 彻底明白了。 明白之后呢? 当然放下。 放下什么呢? 放下一切妄想分别之处。 我用这个几个字,大家好懂。 如果用佛间的说语啊。 不明烦恼。 尘煞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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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家听得不懂。 不明烦恼就是妄想。 尘煞烦恼分别。 尘煞烦恼分别。 尘煞烦恼执着。 尘煞烦恼。 这个一解释,大家听起来方便多了。 我们初学佛法从这个地方入门,方便啊。 方便,有何门呢? 归于无二路。 佛在经上又告诉我。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和起来看 能得的这个心不可得 所得的一切法也不可得 能所居不可得 这是事实真相 初学同修听到这个话 哎呀佛教怎么这么消极啊 其实这不是消极 这才真正极极 知道一切不可得了 自私自利这个妄念的根就拔掉了 那个念头一转呢 人生真正的价值 真正的意思 为众生福 这是真的 不为自己 为众生 为自己是一样都得不到 为众生能得到 得到什么 得到大圆满 虚空 罚戒 你全都得到了 你要为自己 你什么都得不到 真地说不是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为什么是为一些众生 你就真的得到 佛家常识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所以今天 还有广播电台的记者来问我 讲到这个 因果 一般人觉得这个很消极 那么这是一个 他说消极 那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真正明了英国 才真极极 佛法里面讲 真谨静 英国何以不空 英国有三种现象的空 第一种转变 英会转变果 会变成果 果又会变成英 刹那刹那 再转变 第二 英国相续不空 第三个 英国循环不空 所以他由转变不空 相续不空 循环不空 所以 佛在此地 劝导我们 这个劝导的话 说得非常好啊 智者智己 智矣 真正有智慧的人 对这个事情明白了 应修善法 这是真精进 真的积极 积极为社会大众造福 为社会大众修福 你看看释迦牟尼佛 他老人家一生 从事教学工作 没有一天休息 你要说佛教 学佛的人消极 现在这个社会 大概有许多国家 五十几岁退休了 顶多六十几岁就退休了 我今年七十四岁还不能退休啊 还天天在教学 天天在讲经啊 那你要叫我消极 我早应该退休了 那才消极 我还在干 佛法经典里面 诸位仔细去看 你把大藏经从头看到尾 大藏经没有退休两个字 祝福菩萨 教化众生 随内现身 随机说法 永远没有休息 永远没有退转 佛教菩萨 精进波罗密 哪有退转 消极 退转 不是佛法 佛法里头没有啊 这个地方 我们绝定不能够产生误会 而其次 在这个经上 佛又教导我们 教龙王就是教导我们 龙王是我们的代表 他说 如观佛神 从八千亿福德所生 助向庄严 光明显耀 必诸大众 这是叫我们细心观察 世界 智慧圆满 福德圆满 这个人 就叫做佛 佛的大圆满 是怎么来的呢 是从八千亿福德所生的 我们要想正得大圆满 我们要想过大圆满的生活 不修福 不修福 不积德 怎么能成就 千万不要 像地藏菩萨本院经里都所说的 因福际 避佛提众生 其心动念 无不是罪 这就麻烦 这个你感到的果报 是莫归地狱出生 也是英国的转变 英国的相续 英国的循环 这个转变 越变越差了 真正懂得英国的道理 我们要去转变 越转越殊胜 越转越好 这才是真正通达英国 凡是往下流转的 越转越差的 不懂英国 对于英国的道理完全不明了 他才造作罪业 所以真正明了英国 通达英国 没有不断我修善 这一段事情 具体的教学 无过于 廖凡四训 廖凡四训这个小车子 流通很广 谁提倡 谁来流通呢 民国初年 阴光大死 我在1977年 第一次到香港 去讲解 这个英国初 这个英语 这个英语是那一年的年初 台北山导师 道安老和尚 要我去讲 普行菩萨行愿品 我记得那一次是讲了九天 九天讲完 有两位从香港来 一位法师 盛怀法师 现在他还在 另外一位居士 谢道连居士 去年过世 他们两位到台湾 去观光旅游 正好遇到我讲解 他们听了 听了很欢喜 于是 这八天的时间 九天 把这部经听完 放弃原来旅游的计划 听完之后 很欢喜来找我 邀我到香港去讲解 我说好 我答应他 到香港 他们要求讲论言经 那次去的时间很长 在香港住了四个月 讲大佛顶 守论言经 我住在九龙界天街 谭虚法师 办的一个中华佛教图书馆 住在这个地方 每一天晚上讲解 白天没有事情 他们安排我 香港观光旅游 所以香港是 拐拐拐拐的地方 我都去玩过 因为住四个月 每一年天去玩一个地方 就很轻松 很愉快 也不赶时间 那么在图书馆里面呢 看到这里面的藏书 使我非常惊讶地 苏州红化社 硬光法师 他老人家建立的 他是一生 所有信徒对他的供养 全部都用在印金流通法宝 他不做别的事情 他做得非常专 红化社里面的书 我看到了凡思讯 感应篇惠宾 安四全书 这三种分量最多 我看他的版权页 每一版 至少是两万册 多的时候 五万册六万册 他印了多少 印了几十版 这三种书 我给他概略统计一下了 大概印了超过三百万册 我非常惊讶 老和尚是我们 佛门净土中的祖师 一代的高僧大德 为什么不弘扬佛教经典 印佛教经典 数量都很少 每一版一千册 两千册 三千册最多了 三千册以上很少 为什么这三样书 这三种都不是佛教的 印的数量这么大 这引起我的心思 我很认真的 在反省 这才了解 祖师用心良苦 要救佛教 要令所有佛教都能够得到佛法真实殊胜的利益 应当从深信英国 断卧修善 开始啊 廖凡思讯这本书 对于英国的理论 与四十说得非常透彻 所以老人家一生 大量的在推动 我明白这个道理 我回到台湾去 就把辽凡思讯 印了五万策 而且还讲过两三遍 而后啊 又讲过几遍 感应篇汇编 暗思全书前面的文昌帝军 印志文 我通通都讲过 这是帮助我们认识英国 英国道理真正明白 众山人决定得胜 造物人肯定有报 会 迷离人 断卧向善 善卧的标准 就在感应篇 跟这个文昌帝军印志文 这两篇东西都不差 感应篇一千多字 印志文七百多字 比佛家的戒律要殊胜 佛家的戒律 古人翻译的 很多名像术语 都很难理解 那么这两种书 中国人写的 我们读起来 没有障碍 而且特别的亲切 很有受用 所以 我去年在新加坡 同学们要求 把感应篇讲一遍 我说好 每一天早晨 早餐 我们会跟同学们 谈话半小时 就利用这个时间 将感应篇讲完了 好像讲了有两百多次 总共有一百多个小时 讲完之后 我就选了一部经 《识善业道经》 作为感应篇的总结 这是佛经 还是讲的这一段事情 怎样 积德修善 真实 佛在此地 教导我们 不但我们自己 应当如是修学 而且还要帮助 社会一切大众 了达因果 了声明了 它是通达了 了达因果的目的是什么呢 修习善业 不必叫别人 劝勉我们 不能没有正直正见 就是你的思想 见解要成正 不能够有偏邪 有偏见 有邪见 你的行为也就偏邪了 你就会造作许许多多的过失 决定要建立正直正见 正直正见 如何建立呢 这要接受古圣先贤的教诲 才能成就 所以这个问题 是教育的问题 今天的社会 会变成这个样子 什么原因造成的 知见不正 头一个知见不正的 我说起来 大家莫要怪我 说出来的时候 你们一定会反对啊 什么错误之间呢 男女平等 你们不晓得 男女本来是平等的 现在讲男女平等的 反而不平等 本来是平等的吧 男人有男人的事情 女人有女人的事情 要用我们佛家的比喻来说 男人是红阀的 女人是护阀的 现在要平等 女人要做红阀的 逼着男人要做护阀的 红阔都败了 两败俱伤 就错在这里啊 今天社会 为什么没有 慎贤出世 没有贤其良母啊 所以英光大肃说 世界太平 社会安定 人民幸福 这个大权 在女人的手上 女人真的能够向父教子 要教自己的儿女做圣人 作为人 不要自己去做 自己说的儿女就没有了 所以 海岸男女平等 破坏了男女平等 这是错误的知见 错误的思想 社会安全的结构 诸位同修一定要想 事出世间 圣人教给我们 同一个理念 儒家教导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平天下 这三个字 用现在的话来说 世界和平 平天下是世界和平的意思 世界和平 建立在国家政治的稳定 国家政治稳定 是寄托在家庭的美满 家庭的美满 是寄托在夫妇的和和 夫妻不和 世界就没有和平了 我讲经常做个比喻 这个整个世界 就像我们一个人的身体 国家像我们身体某一个部位 不同的部位 家庭是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 夫妻是个细胞核 核心 夫妻不和 细胞坏了 如果这个身上细胞坏得多了 这个人就要死啊 活不成了 现在社会上 离婚率这么高 世界活不成了 所以才人家才说 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从哪里产生的 夫妻是个细胞坏了 婚率高 这个是世界末日第一个因素 婉救世界 希望夫妻好处 天下就太平坏了 男女为什么结成夫妻 没有结婚之前 看到对方都看好处 没有看到缺点 这很可爱啊 结婚之后呢 天天看彼此对方的缺点 一点好处都没有 这次搞坏了 这个想法 这个看法 就叫做邪止邪进 你看佛教导我们 就不一样的 这个底下一段经文 明天跟诸位报告 佛教导我们 昼夜 常念善法 思维善法 观察善法 怎么落实呢 夫妻两个 每一天呢 看对方的善 想对方的善 念对方的善 解点自己的不善 改自己的不善 他就永远活活了 脖头偕老了 你看看 你跟诸 正念跟邪念 就在这个地方分别 一念 正诸 不但你一身幸福 你家庭美满 社会和谐 国家长治久安 世界和平 那么你一个念头错误了 夫妻不活 家庭破裂 社会动乱 世界没有和平 所以我讲啊 离婚啊 离婚的人都要躲地狱 这我说的 为什么躲地狱呢 他对于把世界和平破坏 社会安定破坏 不是你两个人的事情啊 关系到整个世界 你才晓得 你才晓得 这两个人集合啊 鼓手叫 道义 不是感情啊 你要顾及 整个 这个世界 一切众生的 要顾及到 整个世界 社会的 安定和平 常常看 对方的 好处 常常啊 反省自己的 过时 别人 永远没有过时 过时 永远在我自己 你能够这么样 一想 这样看法 这叫 正知正见 邪正的差别 就在此地 唯有正知正见 他才能够 广修 父天 才能够 长生 欢喜 你才懂得 修 你才懂得 记得 你绝点 并不会 走 修 修 佛家 常常的 父天 父天 从哪里 生 也是 从 心想 生 从 正知 正见 生 同学们 你看看 我们 出家人 穿的 衣服 这个 衣服上 一格一格 诸位 都知道 这叫 父天 父天在 哪里 呢 父天 在心里 这是 表伐的 这个衣服上 一格一格 这个 鸽子 一样大小 一样大小 代表什么 代表平等 这么许多鸽子 代表多元文化 代表 不同的 国家 不同的 族群 不同的 宗教 或者 是我一体 一丝毫 差别都没有 这个念头 就生福 生 无量 无边之福 所以 父天 从心里面 生的 这一件衣服 裹在身上 就是 虚空 罚界 一切众生 是 一个 生命 共同体 是一个 我 佛家所讲的 亲近 法身 亲近 法身 就是 虚空 罚界 一切众生 是 一不是二 大慈悲心 从这里生的 所以 有许多 同修 问 他说 法师 你跟 各个宗教 往来 接触 而且还帮助他 你这个思想 从哪里来的 你为什么 会这样做 这个思想 是从 华言经 里头来的 佛教 我这样做 我是 佛弟子 我 佛教 我怎么做 我就应该做 我们这块 衣服 这一哥 是佛教 那一哥 是天主教 那一哥 是基督教 那一哥 是伊斯兰教 那边是印度教 统统是一家了 我不帮助他 谁帮助他 你一较自信了 才有妄想 分别之处 绝无聊之后 是一家了 我们帮助他了 就是帮助自己 不帮助别人 那就是害自己 就是不知道帮助自己 我们宗教里面讲的爱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上帝爱世人 你要爱世人 才是真正自爱 你觉悟了 爱自己 就是爱世人 落实在爱世人上 不爱世人 不知道爱自己 为什么呢 不晓得积德 不晓得修福 来生到山土里面去 那怎么是爱自己呢 真正爱自己的人 一定把自己的境界 向上提升 提升到天堂 提升到天园 提升到极乐世界 那种人 才是真正爱自己的人 一生不善的行业 把自己送到卧道 这怎么能谈得上爱自己的 所以 真正讲到自爱 要不好好的 接收圣贤人的教诲 人只有自己毁灭自己 他不懂得爱护自己 懂得爱护自己 一定要接受 圣贤之道 所以 佛弟子 心地是清静的 心地是平等的 心地是真实的 看事出事件 一切法 是平等的 一切法 他过过都是第一 没有第二 你看看 华严经 五十三才 每一位善知识成就 都第一 愣严经里面 二十五元通章 你看看 二十五位菩萨 向释迦摩尼佛 这个报告 他自己的修学 自己的证悟 过过都说第一 没有说第二 过过都第一 这就是健康 这就是长寿 像我们身体 每一个器官都第一 眼见第一 耳听第一 鼻秀第一 没有第二 这个人身体健康 如果眼看第一 耳不行了 耳第二了 鼻也不行了 鼻第三了 人身病了 如果差别大的话 人命就保不住了 鼻鼻第一 他不是第一 我们也帮助他 成就他第一 就好比 我们身上有细胞 有病 我们都想办法 帮助他 恢复原状 来调理 把他治好 同样一个道理 是会有一些人 迷失了自信 不知道 辨别 善无 我们有义务 有责任 要去帮助他 帮助他 要懂得方法了 所以 佛教菩萨 生活 公主 与大众 接触 六个原则 叫六波罗蜜 波罗蜜 这个意思 也是凡语 意思是圆满 六种圆满 第一个是布施 布施用现在的话 怎么说法 佛物 布施是 为一切众生 佛物 叫做布施 佛物的项目 就太多太多 我们今天做社会福利工作 就是为社会大众服务 在 无量无边项目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项目 自己一定要想 帮助众生 破迷开悟 这是最重要的 如果没有这一条 你服务得再好 都是旧一时之急 不能帮助他自立更深 一定要帮助他觉悟 帮助他觉悟 他才能够永远利苦得乐 没有这一条 他自己不能够利苦得乐 时时刻刻要帮助人 需要人帮助 这还是很痛苦 释迦牟尼佛从事与教学的工作 这是在慈悲旧事 他做最根本的工作 最彻底 最圆满 最究竟的 帮助一切 第二个 持戒 持戒是什么意思 受罚了 帮助别人也得要有规矩 你要不懂规矩 你想帮助他 人家不接受 人家排斥 拒绝你 所以一定要懂理 一定要守法 佛教导我们 四学法 四学法 许多同修都知道 不失碍于利行同思 大家都知道 但是 这个四学法的意义 也知道的人不多 如何落实了 那就更不知道了 佛的四学法 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说 人与人交往的四种法则 必须要真实 从哪里落实呢 从夫妻落实 今天刚才我说了 为什么夫妻不活 家庭破裂 不懂得四学法 要懂得四学法 没事 懂得四学法 过佛菩萨的生活 不失 刚才讲服务 先生有没有为太太服务 太太有没有为先生服务 真诚 真诚心 为对方服务 这个就是四学法里头的不失 第二 爱语 爱语是关怀 撤自于内心 真诚 亲近的关怀 第三个是利息 我们所作所为 与对方 决定有利息 是利息 决定是有好处的 决定没有危害 第四个同事 共同生活在一起 这是说与同事 小丛夫妻 推广到全世界 我们与其他宗教交往 就本着佛陀的教会 首先不失 看看其他宗教 他们有所需要的 我们保住 那么今天 所有宗教 都办许多 社会慈善复利事业 像办医院 养老院 孤儿院 还有办学校 有办小学 有办中学 有办幼稚园 许许多多社会 复利慈善事业 办这些事业 需要钱 我们送其他的礼物 不简单能施用 送钱最适用 所以我们送钱给他 赞助他们的社会福利事业 我们每一个宗教 去拜 我们所赠送的都平等 有许多人来找我麻烦 说法师 同学们对你的供养 你为什么拿去送个外道 来责备我 我说我没有送个外道 我是做佛法慈悲事业 你明明送给基督教 明明送给印度教 怎么不是外道啊 外道 你心里头有外 那才叫外道 不是他 外道不是他 是你 你的心里头有内外 你自己是外道 不知道 自己外道 看别人都是外道 我说如果我们用社会眼光来看 我说我们佛教要不要办养老院 要啊 要不要办国儿院 要啊 要不要办医院 要你拿钱来啊 他就拿不出来了 他不说话了 我说人家办得好好 我就投资 没有错啊 他办的现成事业 我来一边先投资 我有股份在里头啊 他办的就是我办的 自他拨二了 我活乐而不为之呢 你看我不被操那么多心 他已经在办成功了 我投资 我说有没错 信仰太小了 妄想分别太严重了 你怎么能做佛 不但佛做不了 你的烦恼断不了 天天在生烦恼 天天在苦难当中过日子 佛 你看佛经常常讲 大家也会念 心包太虚 两周杀戒 你连个基督教 回教 印度教都不能包容 你看包什么虚空法戒吧 我们要说佛 脱开心量 因此我们认知 世纪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国家 任何一个人 他做的事业 是对于社会 对于一切众生 有真实利益的 就是我做的 我必须寻心全力 去帮助他 寻心全力 去关怀他 去照顾他 那么像最近 在新加坡 回教 他们要买一个校址 他办那个学校 办得很不错 这个校址是租来的 现在 这个租主 愿意卖给他 他钱不够 来找我 我跟李牧原 居士商量 我们 集合九个宗教 共同来为他筹款 成绩很口观的 原来他跟我提出来的 希望我们帮助他 新加坡的钱 帮助他七十几万 我们这次筹款 超过了一百万 你看这个成绩多好 九个宗教 统统帮助他 社会福利慈善思业 是我们共同的 不要分彼此 不要分国土 不要分族群 不要分宗教 大家都是一家人 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 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人民基督 所以 所有宗教的 根本 就是仁慈博爱 所有宗教 共同的目的 无非是 帮助一切众生 历苦得落 转发成圣 而已 我们有这样一个认知 这叫 正知正经 永远不可以堕落到 邪持 世界宗教都是一家 侯宽我们佛门里面的宗派 当然 更是一家 所以 佛在金刚经上 告诉我们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如果我们自己 赞叹自己的法门 轻视别人的法门 这就犯了戒 哪一条戒呢 自赞 毁他戒 我们把这个戒律 引申 一丝扩大 我们要是 毁谤 别的宗教 别的族群 也犯了 自赞 毁他戒 我们看看佛菩萨 佛菩萨都是尊重别人 赞叹别人 自己谦虚 自己悲伤 佛这样教 我们应当这样学 才对呀 不可以说 佛教的是一套 我们做的又是一套 我们就 被死判到 我们就有罪了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明天晚上再会 明天晚上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